我今天很美 你也不错 你一会儿看左岸喜欢谁喽 也不知道左岸走到哪儿了 点菜吧 别等了 喂 喂 安宁 来不来 饿死了 左岸 这儿 大家好 你好 干什么 这是谁啊 她是 你是姚拉板 你好 我是孙安宁 谢谢 我是左岸的朋友 今天本来找左岸吃饭的 她说有旧同学聚会 小马我们俩还是个宿舍的呢 展岳我也认识是吧 所以我就和这脸皮来了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你不介意你还不是来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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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就说吧 那个 我就觉得这个火锅店风水不好 有那个马戏团的大马猴子精 你一来就把它镇住了 我特别开心的 心光神仪 胃口大开 胃口大开 你就多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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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吃吧 客气了 吃吧 不用了 别客气 吃吧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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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吃辣了 吃饭吧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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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他们这店里的红糖瓷巴 是他们的招牌 特别好吃 来 我夹给你 谢谢 真的特好吃 你快吃啊 凉了就不好吃了 左安 你不喜欢吃甜的 我吃吧 我喜欢吃 左安他从小就不爱吃甜的 刚刚我看的瓷巴挺远的 我还不好意思生筷子拿 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觉得 这家火锅店特别好吃 大家以后 尝尝好饱啊 没事吧 左安 没事吧 左安 天哪 好 顾小满 料要是太辣的话 你就换一个 我去给你换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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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换 挺好的 没关系 我来吧 报了吧 表面上是大雪霸 其实连涮毛肚都不会 你们都不知道啊 从小到大我们吃火锅 都是我在帮他涮毛肚 我 我来吧 我特别会照顾人 你特别会涮东西 来来来 你放开 我来 来来来 放开放开 我来 我来 我来吧 已经涮好了 你没事吧 我都说了 我来了 安妮 你要不去卫生间冲一下吧 对啊 我去找窗戒贴 不用了 太麻烦了 佐安 我吃得也差不多了 我想先回去休息了 不好意思啊 佐安 我们已经吃好了 我来买单 你们慢慢吃 佐安 我刚才 没事 再见 拜拜 不送 吃饭 吃什么吃啊 你不要失恋 把脾气发在我身上啊 谁失恋了 那么明显 你还看不出来啊 都怪你 我本来计划得很完美的 就算他最后不答应 也不至于这样啊 都是因为你 出我眉头 一切都变味了 你不要拉不出来屎 怪毛坑啊 就怪你这个最臭的臭毛坑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人都看着呢 看就看吧 虽然结局很难看 但我至少为我的爱情努力过了 你呢 你不是什么女侠吗 就知道傻作者 让人家得意 你就是个怂祸 你也气死我了 佐安 安妮 我今天就不送你回去了 给你叫车 你生气了 怎么会 来 我知道 你觉得我今天的行为很幼稚 但是佐安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 佐安 因为喜欢你才做这么幼稚的事 但是我们两个之前真的太熟了 熟到 熟到你总像一块木头一样 我怎么说都不肯往前再动一下 所以啊 我现在说好了 我喜欢你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个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安妮 我想你误会了 怎么会是误会呢 你是不是害羞了 我是认真的 我真的有这么怂吗 立大 你怎么一个人去理的书啊 你又刚去图书馆做兼职了 你怕在那里叫了好几遍你都不理我 我只有自己去 我 我 我刚刚在想事情 想什么呀 这么入眠 丽娜 你帮我分析一下啊 我有 有个朋友 他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 喜欢了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表白 不是不想表白啊 只是每一次都没有抓住机会 现在呢 又不知道什么时机比较好了 感觉和那个男生的 机会也比较渺茫 你觉得 还应该表白吗 这个朋友 就是你吧 不是啊 就是朋友啊 随便啦 那你 转告你那位朋友 虽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 可是立志极其全国地图的人 对 以我的立场 如果表白了 再渺茫 也总有一线希望 但如果不表白的话 那就是零 明白了吗 朋友 真的是朋友啦 young with her 我喜欢你 你别 周安 我喜欢你 左安 我喜歡你 我 我喜欢你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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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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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宣满 你这么急着我 出什么事了 我 没 没 没什么事 我 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 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我做钢业就开始喜欢你 今天不会烧到下下我喊 我都要说出来 你说出来又能怎么样 你以为说出来 我就能喜欢上你吗 陈月那天不是都说了吗 这个情况还不够明显吗 你们这些人的脸皮 真是一个比一个厚啊 我就是想说 谢谢你请我们吃饭 我 我吃完了 走 我先 先回去了 到底怎么了 没 没 没事啊 我挺好的 我 身体健康 趁忙忙的 我 没事啊 没事就好 我答应了去安宁家吃饭 不好让他父母久等 你记住 如果有事的话一定要找我 知道吗 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喂 小狼 我又是个怂抱 你陪我喝酒吧 我表白失败了 好